到够我这把我的那个 修的东西去 老板好 哎呀 哦 好了吗 哎呀 还没 还没有双剪 哎 我这这个双的 剪子完了 啊 开飞剪的 开飞剪 啊 有有 把这个这个头台 一双完了 没有剪子 那个都没有 那好吧 那这个剪子拿 啊 一会也谢谢 对 好好好 啊他紧带戏掉吗 嗯 那行 哎呀我的 OK 这就取回来了 哎 后个 这是一个清代中期 个人认为应该是 前家时期的一个 均红柚 也就是摇变红柚的玉壶春瓶 然后他的个头呢特别的大 将近四十五分 三十 八点五 非常的大 属于那种大号的玉壶春瓶啊 还是比较少见的 这种东西呢是纯纯的欣赏器 我这家玉壶春瓶也算是命运多长 买应该都是三四年前买的了 一直修 中间出了就是好多档的事啊 那本来找我们楼上的小姐给我修小姐因为这个 呃 结婚 然后又怀孕 然后就 一直没时间修 然后后来拿回来到我朋友那修本来是想修成香进色啊 就是 就是颜色上下修的比较这个 自然的这种流淌 就是用那种香进色 可是呢确实这个颜色到最后他 他 就是 你当时调好的颜色看着行 可是你最后把他 一上右 就他还要照一层透明右嘛 让他看起来比较像 照一层右之后发现这个颜色又变了又不好看了 走一下算了算了算了 还是做金色了 我觉得 对吧金的看起来还是给力了 只能这么着了啊 当然用的是本金就是纯金去修的 东西呢 我认为其实做个金口还挺漂亮 当然你说如果做成香进色做的特别的漂亮 像口岩这种火焰蓝都做成这种流淌状的 也会好很多 可是 如果那个做不是很好的话 他确实挺难看的 他这个颜色差的很大 看着木的 就感觉上面跟刷了油漆似的 不漂亮 还索性不如看 做个金色 我觉得还好看一些 OK 转回来说这个玉湖春啊 玉湖春这个气形是这个 三大气形 就是 景泽镇做的就是工上的三种 最好的气形 一个是煤瓶 一个是玉湖川 再一个应该是个 天字罐是吧 这三个 三个气形是 最上档次的 这其中就是玉湖春 然后 他 不太一样的地方是 他有点滑呢 看 这是一个 右底的 一般来说 这种东西都是纱底 就是这个 纯纱底 但是这是一个右底的 然后他的工艺都是狗啃底 都是这种敲底 它是粘的嘛 粘了之后敲下来 然后他会打磨 会稍微的打磨一下 把它打磨平 这种 右底的这个 一般来说质量会好一点 因为他多一道工具 他质量会好一点 再一个他的这个 颜色啊 各方面包括他的品级 应该会稍微高一点 比那种沙底的高一点 但是这个不绝对啊 因为 摇辫右的东西 它还是比较看脸的 就是你如果你 比如说你想烧一个鲜红的 或者你想烧一个 摇辫火焰蓝的 结果出来 他就是一个红的 或者你本来想烧一个特别红的 结果他烧一下烧的那种 发暗就那种驴肝马肺那种颜色 那就是比较看脸啊 当然一般来说 底部刷右 那肯定比底部不刷右来说 就是按道理上来讲 他的路份会高一些 但是这个不绝对啊 因为这种东西 真的是看脸 你具体得看他烧出来好不好 烧出来的质量 烧结的好不好 这个来综合判断 他 对于我们来说的收藏价 这是我是这样认为的 但是你要按道理来讲的话 人家有右的肯定要没有的要 路份要高一点 是这么个事啊 但是你不绝对 不能说啊 有右的就一定贵于没有的 那人家如果是沙底 烧的特别好 那非常的贵 这就是题外话 这也不能说题外话 这是一个 个人的这个认识 好吧 东西呢 就是这么一件东西 是辗转反思 终于把它取回来了 我是爱手上的天元 喜欢我的视频呢 可以点赞加关注 有什么需要交流的 咱们都可以评论去交流 有什么需要构仓的 你也可以私信我 我们下个视频再见吧 拜拜